三国无双 三国无双起源 同时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我们三国无双起源的游戏制作人 庄之燕先生来到现场 与大家共同感受 身临其境战场的真实感 以及以一挡牵的爽快感 在此之前 让我们共同观看一段游戏宣传片 请看大屏幕 士兵官吏为图荣华富贵 而搜刮民之民高 受尽薄削压迫的百姓 为果腹而沦为强盗 或许上天 也在哀叹着混乱的世道吧 在上天面前 人过于渺小 但即便如此 也需要有人奋起反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那么看完刚刚这一段热血高燃的宣传片之后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已经对这款游戏鼓起了满满的期待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 欢迎真三国无双起源 制作人张之燕先生登场 掌声有请 欢迎我们的制作人 跟大家我们现场的玩家朋友 以及线上的粉丝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本作的制作人 以及光荣特顾模 Omega Force品牌长 张之燕 今天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张之燕先生 在我们现场人气非常之高 那么请我们两位来宾都坐吧 那么我们听说 我们张先生除了我们近期参与的一些光荣 及其他厂牌的游戏之外呢 也曾经参与了不少真三国无双系列作品的开发 可以请张制作人 跟我们现场玩家们介绍一下吗 在这里要提醒的是 我们现场的各位玩家 一定要注意聆听 在稍后的有奖问答环节 我们的题目可能会从我们张先生的介绍里面进行出去哦 好的 我从27年前在PS1上发售的格斗游戏三国无双开始呢 就参与了本制作的制作 具体制作呢 制作的作品请看下一张BBT 我是因为喜欢三国而进入了光荣工作 能够长期参与制作这个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 并将它的魅力传递给世界各地的玩家 我感觉非常荣幸 也感谢公司和各位玩家们 系列中呢 我觉得能称得上是自己的代表作的 是真三国无双二三四五 其他参与的制作作 请看下一张BBT 好的 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好的 那么谢谢我们制作人的介绍 看来您真的受我们真三国无双系列的老人了 那我们也知道现场有很多粉丝朋友 那么我也想要带他们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本作也就是最新作 为什么会采用起源这样一个词汇来作为标题呢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 大家也知道 本作作为我们真三国无双系列的正统最新作品 标题取名为了真三国无双起源 那我们的上一作是八 这一作应该是九呢 其实公司内部呢 也经过了相当程度的讨论 但是我们最后怀着 回归系列原点的强烈想法 将本作取名为了起源 好的 真三国无双系列的原点呢 就是为玩家们提供战场的临场感 和一起当千的爽快感 我认为现在正式能实现这两点的时候 本作呢也是以提供系列最有趣的体验 为目标进行开发的 本作呢标题取为起源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说本作希望玩家们能够从 三国演艺故事开头的黄金之乱开始 享受和以往不同的形式 来描绘的三国故事 那么谢谢我们制作人 为大家所带来的介绍 我们听说今天制作人 还为我们带来了一支 首次全球公开的 我们时机来进行演示的影片 对不对 而且还是简体中文版 加上中文配音版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奉献 给我们中国的玩家朋友了 那么想必我们现场的玩家 以及我们线上收看 我们直播的粉丝朋友们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异度为快 那么请大家 同样再次留意的是 我们影片当中所出现的种种细节 在稍后我们现场的 有讲问答当中 都是有可能来进行提问的 好不好 好的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请制作人 来为我们进行展示吧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支全世界首次公开的游戏 开头部分的实际影片 一边收看一边由我来为大家进行讲解 请看第一支影片 本作中玩家将以主角无名英雄的角度来体验三国世界 我们从三国演艺故事的开头 也就是黄金事乱将要发生的地方 开始细致自己描绘 我会 可恶 困账 虽不知阁下是何人不胜感激 可恶 去叫援兵 这类伴 Syd Malo 好 黄九 小兵 阿兵 在这里应该就不必担心 牵连到其他人了 请打闹一番吧 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不过我一定会帮助你们逃离此地 目前尚不知此人是否亡信 不管怎样 独动刀枪可没法逃脱 这是操作王王的详细 最初的战斗 这里是最初的一场战斗 也就是新手指南的部分 相信首次游玩本系列的玩家 也能热在其中 到了 那你就是无等要去的关口 即使关口必有重定把手 如此看来 真是遗憾啊 而等这些下贱贼人 将在绝望中死去吧 果然被他们抢占了嫌弃 不当寡不敌众 心中不得不有所准备 这些是黄金军的士兵们 本作相较其他系列作品将为玩家们带来更加细致和深入的三国故事 本作中时间了系列史上最多的士兵数量 打在战斗中最多的士兵数量 本作中时间了系列史上最多的士兵数量 打在战斗中最多的士兵数量 场上千军万马对峙的磅礴气势 玩家呢可以选择和几方共同战斗 当然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的玩家也可以单独战斗 无论何种玩法都能享受到系列最高峰的一期当千的战斗 本作中的玩家主要操作主角进行战斗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满足特定的条件之后 也可以直接操作一部分武将 现在是无双觉醒的状态 这是我们本作的新必杀技绝无双乱舞 这是我们本作的新必杀技绝无双乱舞 战斗部分呢暂时到此为止 接下来是我们战斗之后的对话剧情 主人公的名字は自分で捨て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玩家呢可以给主角取自己喜欢的名字 看来阁下与关某一样是名旅行舞者 不知来自何方 主人公は様々な武将と出会い 自分の記憶を达りつつ 自分の道路を歩んでいきます 游戏中呢我们的主角将会与众多的武将相遇 追寻着失去的记忆走出自己的人生 不知来自分の道路を歩んでいきます 原来阁下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吗 难怪连自己的出身都无法作答 不管怎样 当时有阁下在场真是万幸 对于很多靠身手吃饭的舞者来说 只有拿到钱财 他们才会出手 但是阁下却与众不通 不计回报除强服弱 是真正的侠义之事 一つ目の映像はここまでになります 好的 我们第一支影片就到此为止 好的 谢谢制作人 那么第一支这个全球首次公开的影片 时常接近八分钟 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 失真地沉浸其中 被这个战场部分所震撼 同时也被这个对话部分的 这个奥秘所好奇着 那我相信我们现场 也有很多粉丝 有着很多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我来代问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的本作当中采用了一个原创的主人公呢 我们希望玩家呢 能够以一个单独人物的主观视觉 来深入体验三国故事 那我们还希望全世界所有的玩家 包括还不太熟悉三国演义的玩家呢 也能最大限度地欣赏到剧情 和三国中英雄人物的魅力 游戏中呢 主角失忆 以及他作为一位外貌性格固定的人物 其实在剧情中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请玩家们呢 亲自 务必亲自来玩一玩 帮助我们的主角找会记忆 并选择一条自己所认可的人生之路 好的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 来选择这样的一位原创的主人公 来替他来探索他的人生 那么刚才我们在影片当中 也看到了我们在本作当中 除了这个操作主人公之外 好像也可以操作其他的武将 是这样吗 是的 本作中呢 有一些武将会和主角 产生深入的交流并共同行动 玩家在战斗中呢 是可以暂时操作这些武将的 好的 好的 谢谢制作人刚刚的解答 那么相信大家刚刚一定看得很过瘾 同时呢也听得很过瘾 那么我听说我们制作人除此之外 还准备了一支 同样也是非常精彩的实际影片 那么第二支影片在播放的时候 大家也要非常留意细节 同样这也是会出现在我们稍后的 有讲问答环节的题目里面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各个方面的细节 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制作人 来为大家公开吧 正如主持人所说我们还准备了 另一支全球首音的实际影片 马上一起来看一下吧 请看第二支影片 本作呢可以在营帐户旅店中阅读 收到的信件或是制作强化的道具 这是游戏的大陆地图 大陆地图には町や都市があって そこで買い物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また武将たちがいることもあって 武将と話すと 大陆地图上呢 有城镇和都市 玩家可以在那里购买道具 还有地图上有一些武将 玩家可以和他们进行交谈 他们有时候会给到一些游戏的任务 本作中玩家将像这样 在大陆地图上进行移动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四水关之战吧 本作では固有の戦いの前には このような軍事が行われます 在这工作品中呢 剧情战役之前会像有这样的军役 日本にある武将たちがいたかと思いますが 武将についてはまたの機会にお話しできればと思います 玩家们呢 刚刚可能看到了几位眼熟的武将 不过有关登场的武将呢 我们将会在今後为大家进行介绍 在军役上大将或者军师会说明战场的状况 勝利と敗北の条件 誰がどういう目的でどこに進軍するのか どこを防衛するのか どんな策があるのかなどなど 作戦について語られます 在军役上会讨论我们本次战役的作战方针 包括这个战役胜利和败北的条件 哪方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进行进军 我们该防御哪里 采用什么样的策略的 どのように戦うかを 事前にイメージ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玩家呢可以提前策划 如何来进行这场战斗 それでは战役を始めましょう 接下来就进入战斗吧 これは止水艦の战役で 今回は高松さんの軍団の場所からスタートしています 我们这次挑战的是四水关之战 从高松战的军団开始战斗 ここは敵の拠点で敵の武将や兵士を倒すことで 制圧してラッシュ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这是敵军的一个据点 只要击败敵军的将领和士兵 就能占領这个据点 本作ではガードや回避 そして弾き回避というアクションも重要になります 大家可以看到本作中防御 迴避以及反击这样的招式呢 都会变得非常重要 はい これは拠点を制圧したところです 是刚刚我们压制了敵方的据点 はい 门が開いたので 味方の軍団が 共に攻め上がってくれています 城門打開了有军的軍団 正在与我们一同进攻 はい これは味方である 炎昇が敵の大軍団を前に 突撃を仕掛けるところです 现在我们有军的袁绍 正在敵方大軍団前 準備展開突击 本作中无论敵我 大軍団都是取得心中的存在 大軍団は戦意がとても高く 武将も兵士も強いため 味方と共に戦うことが 攻略の場になります 大軍団中的所有的人都战意高枉 将领和士兵都十分的强大 攻略的关鍵 和适合警方的军队 攻略進推 今敵の戦意が下がったので チャンスになっています 今敵方的戦意低落了 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 今敵方的戦意高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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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回は全球初期の戦意高枉 その人最高枉 もっと 全球初期的戦意高枉 今敵方枉 それぞれの戦意高枉 作者会用 这样的設計 是的 本作是在大陸地图上进行移动 然后踩点来进入各个战场展开战斗 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两个 首先一个是希望玩家能在一个个独立的战场上 体验到非常精彩刺激的战斗 另一个是我们对古代中国的地理 或者是三国演义比较不熟悉的玩家 也能通过游玩本作来了解各个城市 和战场的大致位置属于是玉校娱乐了 原来是这样 那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除了大陸地图之外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战场上 士兵的数量达到前所未有之多 那么同时这个跟几方一起战斗 突袭敌方大军团的这个画面 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不对 大家刚刚可以看到那个我们游戏中战场上 士兵的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多 然后呢我们本作中的士兵不仅是需要打倒的敌人 我希望玩家也能感受到自己手下的和自己手下的士兵共同战斗的这样一种乐趣 要在游戏中呢让这么多人数的士兵同时登场 还要能够控制他们确实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正因如此呢 这次我们开创了独属于这个新世代的 真三湖无双系列的游戏乐趣 当然主要呢 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个开发团队的同事们 他们为了实现这个制作人提出的要求 就是说在游戏中极尽可能的让 最多的这个士兵登场的要求 他们付出了非常多的汗水和努力 好的 谢谢 谢谢制作人带来的分享 那么刚刚所播出来的两只首播实际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仔细啊 下面到了验收一下大家观看成果的时间了 没错 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几个问题提供给我们在场的玩家 答对的玩家我们将送上本作非卖特制 能不能拿到就要看大家自己了 那么稍后的规则是这样 当我提出问题之后呢 我们现场知道的玩家不要抢答 这样的话有可能答案就被别人给听去了好不好 知道的玩家请举手 然后呢 我们会请制作人来挑选玩家 好的 请这位手拿那个风扇的这位先生 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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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对不对呢 请看大屏幕 恭喜您回答正确 请来到舞台边 stand by 没错 没错啊 第一道题还只是一个热声非常的简单 第二道题就会有点难度了 请看第二题 刚刚舞台中公开的第二支全球首映十几影片的军艺当中 除了主人公一共有多少武将登场 好 哎 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哦 居然还是有这么多 那位黑口罩的先生 八位吗 八位 究竟对不对呢 哎 我们看一下 恭喜您回答正确 请来到我们的舞台边 stand by 一下 哇 刚刚这个题目可以说是细节题这都能答对啊 那么接下来是第三题 刚刚公开第二支全球首映十几影片中 挑战的是哪一场战斗呢 这位红书包的先生 啊 对对 就是您 就是您 四水关 四水关之战是吗 来 我们看一下究竟对不对呢 恭喜您回答正确 有请来到舞台边 stand by 好的 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本轮互动文章的最后一题 请大家一定把握机会 在舞台刚开始时制作人有进行自我介绍 他有提到自己参与了哪些除本作之外的真三国无双 一双系列作品 回答出至少一部就可以了 好的 这位女孩子 真三国无双 真三国无双二 真三国无双三 真三国无双四 真三国无双五 真三国无双next 究竟对不对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恭喜 恭喜这位美女回答正确 对 那么有请我们这位美女跟我们刚刚的几位 回答正确的玩家一起一步舞台之上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李小姐为我们盛上礼物 来 请我们制作人为我们的各位玩家来一一领发礼物 请大家往右两步走好吗 来往右一点 OK OK 好 OK 请制作人来跟我们的几位玩家 向镜头展示一下我们的小礼品 何颖留念一张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我们的几位玩家的参与 恭喜你们 恭喜 恭喜 有请各位 好的 让我们施出大拇指 为我们的PlayStation点赞 也为我们的真三国无双起源点赞 好 谢谢 谢谢 再次恭喜我们的几位玩家 谢谢 谢谢 要请各位一步台下方 谢谢 那么不知不觉我们这三国无双起源的部分就来到尾声了 那么制作人为我们带来的两支全球首播的这个实际影片 已经令大家感受到非常大的期待 那么接下来呢 我相信我们制作人也想要有一些话来对我们国内的玩家和粉丝们说一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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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在我们China JoyPlayStation的舞台上 更是在三国故事发源之地的我们中国 能为玩家们带来全球首次公开的游戏情报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本作はシリーズの原点に立ち返り シリーズ最高の戦場の臨場感と濃密な三国史 そして一期当戦の総快感 希望能为玩玩家们提供系列最高峰的战场临场感 深入的三国故事 以及一起当千的爽快感 深三国无双シリーズの最高鉄策になるように そうなると信じて開発一堂頑張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本シリーズのファンの皆様もそうですし まだ遊んだことのない皆様も 是非楽しみにしてお待ち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います 整个开发团队呢 都在努力 并且坚信能把本作打造成 我们真三国无双系列史上最出色的作品 那么无论是我们系列的老玩家 还是从未游玩过本作的玩家 都敬请大家期待我们本作的发售 本日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制作人周晋燕先生 谢谢您 有请一副舞台下方 先行休息 谢谢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光荣特库魔还将为我们的玩家们 来呈上两款新的游戏 首先带给大家的是 千呼万唤史出来的 三国之八remake 自从去年12月来宣布延期以来 总算要与我们大家见面了 三国之八同时具备了全武将扮演 以及全年代剧本两大优势 其重制版三国之八remake 将是三国之系列中最多武将 最多剧本的武将演义巅峰之作 那么很遗憾今天月后股制作人 没有办法清零现场 但是呢他也为我们带来了最新的宣传影片 跟制作人寄予视频 请看大屏幕 呼呈秦 我介绍台 你不可看大屏幕 不得トーク 成功 多彩な物語を描く シナリオ55本以上 民を助け 街を豊かに 敵を撃ち 国を強く 一人の武将となり あなただけの歴史を紡げ 多彩なドラマを生む 演技伝 大量に追加された イベントの数々 その発生条件や 分岐をチェック 数あるルートの中から どれを選び 何を目指すのか 決断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歴史は 無限大 自らが描く 未来へ進め 運命がドラマを導く 宿命 共感するもの 相入れぬもの 一人一人の武将が背負う 宿命 それぞれの関係性は 史実をベースに あなたの選択によって 変化するよ 歴史にはない 新たな繋がりを生きろ ドラマが戦略につながる 連携 築き上げた人間関係に応じて 内政 戦闘 あらゆる場面で連携が発生 関係が深まるほど その効果は上昇 固い絆で 戦略的優位を作れ 戦闘はよりスピーディーに より戦術的に 自力を尽くす 一騎打ちを一心 戦略を巡らせる 絶戦も新たに追加 神羅万象 我が焼酎にある 虎の血のタケリを見せん 受けてみよう 千の武将の無限のドラマ 三国志8 リメイク 大家好 我是三国志8 リメイク ジーゾーレン 也好 昨年12月に延期をアナウンスしてから 長い間皆様をお待たせ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恥ずかしながら 言い訳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三国志シリーズ初の 大規模リメイクで 皆様に納得いただけるものを お届け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 シナリオや武将の数 イベント さらにはボイスまで シリーズ最大のボリュームで 開発しておりました が ボリュームを頑張った分 クオリティが納得いくものにならず 時間がかか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おかげさまで じっくりコツコツ 丁寧に作れましたので 良い作品に間違いなく 仕上がったと思います 三国志8の特徴は 何といっても 全部賞プレイと 全年代シナリオです 登場武将が1000人に増え 好きな武将を好きな年代から 遊ぶことができます この三国志8の魅力を さらに膨らませるべく グラフィックも一新 音楽も新たにアレンジし 新曲も加えパワーアップしています また 武将同士の関係を表す宿命 相性の良い武将との共鳴や連携など 三国志8リメイクでは 武将たちの運命を より深く濃く感じられます 三国志の様々な出来事は 演技伝を通じて体験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プレイヤーの好きなように 歴史弁当を起こしたり 逆に回避し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 自分だけのストーリーを 紡いでい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さらに三国志8リメイクでは 戦闘も一新されています 原作の魅力は残しつつも ゲームのテンポやバランス 戦場マップのビジュアルを 大きく改良しています 原作をプレイしたことがある方も そうでない方も どっぷりと三国志の世界に 浸れる作品に仕上がっています 続報も順次出していきます 引き続き 三国志8リメイクを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ぜひご期待ください 谢谢 この作品 妖精的尾巴 原作出自 真導浩老师之手 全世界累計 銷量7200